起见幼儿园,期望能够为台湾的幼儿教育做出贡献 前身为语言幼儿园的乐活学堂,曾经是许多老左远人的共同记忆 而在启用典礼当天,现场跟来到许多长者,一同来见证乐活学堂的建立 听主教圣母修女会董事长古果期,更向大众说明到,当初修女会在左连设立幼儿园的目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需要是幼儿园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工作 然后我们,因为我们是从中国,我们民国三十一年就 不对,1931年,民国二十年我们就,我们的会组就派遣德国修女 后来美国修女到山东服务 然后民国三十七年年底,我们就是从中国出来到了台北 在台北没有落脚的地方,就是高雄的主教邀请我们过来 所以我们民国三十八年就到了这里 所以那个时候的需要确实是幼儿园,还有小朋友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,那我们德国修女,因为德国的幼儿教育是非常踏实的,也非常前进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根基 顺应高零化社会的到来 昔日的幼儿园改制成为新智长者招呼的据点 在招呼资源的提供上,更安排许多课程与长辈互动 让家属能够减薪照护负担,而在虚智长者的照料上能够更熟悉 同时对虚智症的相关病症也能有所了解 十方新闻,杨余带,简余林,高雄采访不到